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老师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咱们今天邀请到咱们欧洲太极于老师给咱们做第二讲 咱们现在的讲座是在讲我们禅修班的内容 咱们欧洲太极举行过两届禅修班了 每一年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 一些有缘人聚到一起进行禅修 在禅修结束了之后其实并没有结束 而是一个开始之后每周会在云端相聚 然后把功法一点一点的去讲 很多朋友听说禅修班的事情以后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呢就是就是老师要求于老师出来讲一讲 咱们禅修班到底是讲哪些内容 咱们这次的讲座呢 是把禅修班的一个入门的功法给咱们分享一下 就叫安心法 它是禅修的一个引子 咱们分成五集来讲 这个安心法呢 它是取自于心经的真谛 咱们知道在咱们的文化里面 在儒师道里面 这是咱们文化的至高点 心经呢 它占有很高很高的地位 我们就是取自真经的心地 上一次讲的呢 是叫观烛火 观烛火呢 就是我们点一个蜡烛 放在鼻头下面 这么看着它进行修炼 这个呢 我们练的是借助这个烛火的外照之相 来反观我们内心的虚空法界 这样通过观外来照内 最后达到观照一体 这个就是修炼的是什么呢 心经里面说的是观自在 因为心经一开始就说观自在菩萨 我们修炼的是观自在 这个观自在呢 我们借助的是有形有相的这个烛光 那么心经的第二句话是什么呢 说的是叫行身般若 波罗蜜多石 那么怎么才能达到这个行身 波罗蜜多呢 这一条呢 它非常的非常的玄妙 所以它借助这个有形有相的 就不好达到了 我们呢 就是说有一个修炼的办法 是借助这个香 点一根香呢 放在鼻子前面 闻它的香味 这个香味是无形无相的 通过闻到这个香了以后 在我们头脑里面上升 上升的时候带着我们的灵魂 一起上升 洗涤我们的灵魂 所以可以达到这个行身 波罗蜜多这种境界 在后面的讲座呢 还有三次 会讲到这个清净法界真言 通过这个修炼方法呢 来达到五蕴皆空 把所有的这个东西 全都抵挡出去 最后留下你的真正的 这个本真的心 第四步呢 会讲到通过月轮观啊 来达到安心 最后达到度一切苦恶 这样一个境界 最终的一步呢 第五步就是要通过修炼 达到心无挂碍 如果心没有挂碍 那就没有恐怖 也就会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达到幸福的彼岸 所以呢 就说我们通过 这一系列的讲座 就能够引领你 实实在在的去靠近心经 去进入一个博大精深 玄妙无比的世界 我们称这些修炼方法呢 是一个方便的法门 有它了以后 你可以借助一些东西 来帮助我们修炼 比较能够快速的进入 如果没有这个修炼方法呢 你修炼也是可以的 但是走的这个路程会特别的长 所以这是一个修炼的法门 咱们禅修班呢 这个禅修这个词 其实来源于印度 它就指的是心灵的培养 净化心灵 那么为什么禅修这么重要呢 其实我们这个禅修班里面 除了是心灵的滋养之外 当然还有一些实体的 这个功夫的练习 比方说这个内功调弃法 金刚直立法等等 这些具体的修炼 但它的核心呢 是心灵的培育 像咱们做中医的 这个做健康产业的人都知道 很多这个中医大家 讲这个疾病的时候 它的最终落脚点 归击到心 它认为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疾病呢 都是心的投影 因为你有什么样的心 你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什么样的行为 最终就会落实到 什么样的病 比方说我们中医里面说 怒伤肝 如果说我们的心不安定 有一点小事 就把你给惹毛了 所以你总在怒怒怒 怒来怒去 怒天怒地怒人 怒来怒去 最后伤的是自己 等我们的心安定了以后呢 这些心就会特别的稳定 所有外界的这些烦恼 和这个和困扰 就不能够打扰到自己 也能够帮助自己去除贪欲 如果我们有贪欲了以后 他就会指使我们 的身体去做很多事情 让咱们远离咱们的本真 还有能够帮助咱们摆脱 鱼吃的束缚 如果又鱼又吃的话 这个人就不能变得 洒脱于觉悟 所以咱们通过 禅修班的内容 最终来达到一个 提高咱们人生境界的 这么一个目的 从而呢 让咱们的身心灵 三个方面 就全部得到提升 好的 现在有请余老师 给咱们进行第二次讲座 文乡 通过这个呢 咱们来体会一下 如何达到形身 般若波罗蜜 这种境界 好的 有请余老师 好 谢谢 谢谢王老师 真的 真好 这个简单的法门呢 上来讲呢 像您给讲的 这么贴切 这么深 当然说我们是在一起 每周都在练 都在研究 共同的学习 刚开始讲的时候 没敢入这么深 我就讲 跟大伙刚交流 一定是从零开始 不让大伙有这么多的想法 当然说 王老师说的 这事太棒了 应该这是正宗的 先跟大伙 把这事交得清楚了 可是呢 我又怕大家伙 讲的时候 有压力 学的东西 是不是有什么 有谨记 所以说这方便法门呢 就是从 没有任何的禁记 没有任何的约束 练了半截 我喝水 你可以喝 练了半截 我来朋友了 先歇一会儿 回来再继续 都是可以的 所以说慢慢慢慢 由他入门 入门以后 你就慢慢一点 通过熟练 通过练习 慢慢进来以后 对里头就完全的了解了 那行 那一会儿呢 咱接着昨天的 给大伙讲 这么着 前面呢 后一次的时候 由我们傅宇老师呢 给大家伙带了一个 那个调气法 他呢 那个调气法呢 应该也是在 得四周完成这个 这个调气法呢 是我们练 所有功夫的前提 所有功夫呢 都得先把这气跳 晕笼 中正 暗书 包括我们静坐 打坐 都是这个基础 那还是 接着上次 让傅宇老师呢 接着上次 把上次的 这第二步呢 讲清楚一下 跟大伙呢 分享一下 分享完了呢 我还继续 接着 王老师说的这个 一个是这个 关这个烛光 完了 咱再讲这个文箱 好不好 行 王老师 那让傅宇老师 先出来 先给大家 接着 上期 讲的那个 调气法 把第二步 再讲一下 好吧 好的 好的 有请傅宇老师 傅宇老师呢 是宇老师的 得意门生 修炼的 非常的认真 积极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好的 有请傅宇老师 好 谢谢 谢谢师傅 谢谢王老师 那个 大家可能 关心那一步 可能还要再等一回了 好 那个 首先呢 我非常高兴的 再次和大家一起 我们一起 去学习 我们瑜伽功夫的 内功调气法 内功调气法呢 是我师傅 瑜伽店先生 根据 一代太极宗师 孙禄唐先生的 开合手 也念来的 他主要呢 针对我们的 心肺功能 做一个全身的条理 分为七个小节 第一个小节是 中正松敬法 然后是 丹田成事法 劳工呼吸法 阔胸夹脊法 完了以后呢 我们还有 鼓荡开合法 三交疏通法 最后是 清新洗髓法 对 上节课呢 我给大家分享了 分享 汇报了一下 中正松敬法 和 丹田成事法 然后带大家一起 做了一下 因为中正松敬法 和丹田成事法呢 尤其是丹田成事法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 一些细节 所以呢 在今天新的内容 开始之前呢 我想和大家一起 再补充一下 它的一些细节 因为它里面 可能会涉及到 一些筋磨 还有穴位 还是我上次 给大家说的 不要有任何压力 因为筋磨和穴位的话 它功夫上升 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所以 所以呢 大家就先跟着 我的思路来 我们说到哪里 大家跟到哪里 所以 不要有任何的压力 嗯 还有一点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下面 我和好几位老师 聊天的时候 呃 我发现 大家在练功的时候 不带呼吸 我不知道其他的功法 但是我们 呃 内功调气法 是必须要带呼吸 呼吸的啊 因为你在练功的时候 呼和吸 它调节的是一个 气机的 开合声向 假如不带呼吸的话 就像没有灵魂一样 所以呼吸是非常重要 然后今天呢 因为我们还有新内容 所以的话 我们到最后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这一块 我们可以再多聊一些 然后 呃 现在呢 我们就先 把上一节课 我们学的这两个内容的 一些知识点 再给大家过一遍 好 我们先说我们的 呃 中正松净法 中正松净法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 好 双脚站立 啊 与肩同宽 然后我们脚三线垂直 包括后面的 呃 头放在肩上 啊 腰放在胯上 腿放在膝上 这一节呢 主要讲的是 调我们的形 调我们身上的形 然后就是中和正 后面松 松和静 这两部分呢 松就是让自己全身的 细胞肌肉 全部放松下来 啊 不要带任何力气 所以的话呢 就是全身放松 嗯 就像那个衣服 挂在衣服架子上一样 然后到第四个 静 就是我们通过调整呼吸 让自己静下来 我简单的把它理解为 调形 调心 还有调膝 啊 这三个方面 所以等我们的中正松净法 练完了以后 我们基本上就进入了一个 练功的一个状态 啊 所以的话呢 嗯 进入这个状态 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没有进入这个状态 我们打也是可以的 但是它的效率就会差很多 然后等到我们的 丹田承试法开始的时候 丹田承试法 首先我们是 嗯 身体向后导众 重心放在足根上 这个时候呢 这个 这个点很多人忽略了 就是上面 我们头上面 其实还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 微收下额 啊 这一点很多人都忽略掉了 这一点但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要微收下额 然后后面身体向后导众 我们身体向后导众了以后 我们那个热流 因为在重力的作用下 它会顺着我们身后面 大腿的后侧 慢慢呢 通过我们的肩 对我们背的后侧 其实就是通过我们的膀胱筋 啊 足太阳膀胱筋 从下到上 开始上升 这个时候我们微收下额 它的用意在哪里呢 因为其实整个我们的 足太阳膀胱筋 它是有一个筋筋部分 它是从足脚 从脚 我们的脚下面 一直连到头上的 所以的话 微收下额以后 跟下面 就会形成一个对拉 这样有利于我们那个热气 从下到上走得快一些 啊 然后呢 再就是我们 就是那个热气上来的时候 它是分步骤的 根据每个人练功 长短的不一样 包括他身体敏感度的不一样 他上来 他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这个大家耐心等待就行了 当然这个也是要配合呼吸的 然后这个时候 等到我们的热气 进入了腋下 心经的极全穴了以后 我们的双手 一定不是自己用力抬起来的 一定是在热气的 烘托下 通过我们的 手上 通过我们的 手哨音心经 手哨音心经 这样 到了少海 然后最后 到了少佛 最后 好了 到了我们的 哨泽学 通过这条心经 直接把两个手 烘托起来 是飘起来的 这一块不能用力 然后飘起来了以后呢 到了与肩同高时 然后用食指引领 用食指引领 与眉同高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吸气 一口吸气 吸气到这里 结束了 结束了以后 紧接着我们身体 向前导众 向前导众了以后 我们的重心 放在了前脚上 然后这个时候呢 分为一个上半肢 和下半肢的动作 上半肢的动作呢 它是这样的 我们在身体 这个时候我们双手 已经到了与眉同高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紧接着 会怎么样 会塌腕 坠肘 沉肩 我们这几个动作 打下来 其实就是方便 我们的气血 因为塌腕了以后 我们的气血 通过手上三条阴晶 因为我们手上三条阴晶 它是顺着手腕的内侧 这里 回流下来 回流下来 然后这边一样的 这样我们配合呼吸 它是这样 塌腕了以后 回流下来 回流到我们的胸前和腹部 这个时候通过胸前和腹部的日脉 还有我们的足阳明卫经 它的顺流方向 流珠方向 一直到了我们的官员和中级穴 就是我们俗称的丹田的部分 这是上肢 然后下肢呢 是怎么样子的 下肢我们不是 重心已经朝前放到足根上了 放到足根上了以后 这个热流 它就顺着我们大腿内侧 小腿内侧 膝盖内侧 就是我们整条腿的内侧 通过我们的足 足上的三条阴晶 这样上来 我们的脾经 我们的肝经 我们的肾经 这条阴晶的流珠方向 给它一个冲力 它这样一直上来 上来 上来 通过我们的小腿内侧 我们的膝盖内侧 我们的大腿内侧 一直也到了我们的中级和丹田的部分 就是上面的气和下面的气 通过我们的呼气 呼气 同步不同速 然后最后在我们的中级和观音处 形成碰撞 形成对冲 这就是我们的丹田城市馆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理论基础 然后呢 今天我们的新内容呢 是我们的劳工呼吸法 还有我们的 扩胸夹击法 我们的劳工呼吸法和 扩胸夹击法呢 在我们整个权重里面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主要 为什么要带呼吸 我们讲究的是土垢纳心 我们所有动作的 做下来 都是为了我们 体内气机流畅 匀了以后 然后我们怎么样 把旧的气给它吐出去 然后把心理气给它抓过来 还有一个小知识点呢 就是在每一个小节之间 我们一定要 不能太突兀 一定要能连接上 我们就手冲的过渡 你像 那个 我们的丹田城市法 还有我们的劳工呼吸法之间呢 我们现在手 到了丹田的部分 形成了对冲 这个时候 我们自由呼吸 然后我们的手 像这样 回到了我们的 中腹和云门处 我们知道 我们的手 太阴费经 它的起始的穴位 就是中腹和云门 这个地方 然后呢 它的 它的最后一个穴位 是我们 大拇指旁边的 哨商穴 所以的话 我们这样回来了以后 哨商回到了 中腹和云门的地方 就 我们把它 像师傅说的 我们把它叫 回家 对 它就是一个 自自自然然的 一个过程 但是呢 中间呢 不能太突兀 也不能丢 就自自然然的 平和呼吸 包括我们的 劳工呼吸法 结束了以后 到我们的 扩胸甲肌法 也是同样的道理 到时候 大家就跟随我的指引 然后这样 云云 云云云云的 安安静静 平平和和的 把这个气 给它过渡过来 对 好 这个理论的部分 就是这么多 所以呢 现在我们开始 一起来练一下 大家可以跟随我的 我的声音 如果可以的话呢 大家一定要 跟我一起 因为我们功夫上身呢 它是需要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呢 它是需要练出来 好 好 我们开始了 可以找一个 就是可以 伸开双臂的地方 因为等一下 我们扩胸甲肌法 它是需要伸开双臂的 好了 好 好 我们现在开始 如果您 如果需要那个 微臂双眼 帮助收敛心神的话 也是可以的 我自己练功的过程中 一般情况下 我是会 微臂双眼 帮助自己收敛心神 好 我们现在 现在开始 好 首先我们 分开 双脚与肩同宽 好 现在我们找身体的三线垂直 头顶的摆绘 和我们的绘音垂直 我们的肩颈和两个涌拳垂直 我们可以想象 酒店里面旋转门的垂直线 帮助自己找到感觉 好 这是中正 就是我们把头放在肩上 腰放在胯上 腿放在膝盖上 还有足根上 还有足根上 好 最后我们的头 肩 臀 足 处于一条垂直线 与地面垂直 好 这是我们的中正 松 我们全身放松 从头 到肩 到胸 到腹 到我们的胯 大腿 膝盖 小腿 我们的脚 全部放松下来 全身不用力 想象衣服 挂在衣服架子上面的感觉 好 静 好 我们可以暂时 放下焦虑和疑惑 收敛心神 安住在当下 心庭 契合 眼光鼻 鼻问口 口问心 好 现在大家跟随我的指令 我们一起深呼吸三次 好 我们吸气 吸宝丹田 呼吸 好 吸气 呼气 好 现在我们开始 丹田 成事法 我们身体 向后导众 重心放在 足根上 十个脚趾 微微抓地 微收下额 感觉 从脚后跟 有两股热流 慢慢上升 到达到达我们小腿后侧的成身 我们膝盖后侧的尾中尾央 好 慢慢到达我们臀部下方 成端端 还有继继续我们的环跳 进入八疗 现在进入我们的肺部 通过我们的肚脉 还有我们的膀胱经 继续徐徐上升 好 进入我们的肚脉梳 小肠书 关元书 大肠书 气海书 肾书 三胶书 好 继续 胃书 皮书 胆书 肝书 我继续上升 到达我们的革书 心书 肺书 经过膏肛 肩胛骨 这个弱流 在我们的腋下 集群处 慢慢汇集 好 最后 通过我们的手上音心经 到达我们的小手指 好 现在我们的双臂 在这个热流的黄泡下 慢慢飘起来 吸气 慢慢飘 雨间同高时 用食指一目 到达雨 眉同高 好 现在我们身体 向前导众 上半身 我们踏腕 坠肘 沉肩 好 下半身 我们 来感受 这股热流 顺着我们 三条 阴经 我们 腿部的内侧 徐徐上升 好 我们呼气 从上的气 和从下的气 迷上 一下 在我们的中极和观影处 形成对冲 空气 细云 黏长的风 好 我们再做一次 身体向后导众 我们再一次感受 这个热流 通过我们的 承身 尾中 承足 缓跳 底骨的巴疗 我们的 膀胱经书穴 到达我们的 和书 心书 背书 经过我们的高方 肩胛骨 在我们腋下的集权处 满满肌肌 我们吸气里 双臂被风 飘起来 与肩同高时 五十一指上 稍一米 与您同高 好 这个时候我们身体 向前倒中 好 门 屈亲 尘腰 坐胯 好 上半身 尘尖 坠着 踏腕 好 鼓起 我们自上 而下 气 再一次 在我们的 终极 或观影处 相依 对冲 好 我们做第三次 身体 向后倒中 挥手下额 好 把感受 把感受这个 温流 继续 和我们的腹根 循循上升 到达我们的 成身 尾中 成腹 反跳 好 进入我们的 底骨 巴疗穴 通过我用的 膀胱 疏穴 继续在背骨 循循上升 到达我们的 格疏 心疏 背疏 通过 通过高方 和肩脚 在我们的 腋下 集全处 慢慢 汇集 好 我们吸气 我们的双臂 慢慢 飘起 与肩同高时 一时至一目 达到与眉 同高处 好 此时我们身体 向前导众 上半身 沉肩 坠着 他腕 好 下半身 沉腰 坐胯 屈膝 好 我们感受 上面的气流 顺着手 三阴间 到达人脉 和我们的 足阳明 味精 顺着这两条 精绪的 领住方向 到达我们的 终极和观园处 同样 从脚下 三条阴间 上来的气 也在终极和观园处 回击 好 我们哭起 自上 我们在 排下的气 在我们的 丹田处 对冲 现在我们慢慢的 抬起 双手 我们的 虎腿 回到我们的 中 收我们的肩胀骨 刺激我们背后的 心疏 隔疏 背疏 吸气 好 我们吐气 是龙爪爪 我们双手 向前推 注意塌腕 然后吹 我们的劳工 好 继续向前推 一直推 推到天边 往上 我们越远越好 我们往直 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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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部才能到心 所以一定要呼气 好 接着我们回收 吸气 好 双手 慢慢的回来 好 我们夹紧 吸气 可以 委屈 身心 好 我们呼气 好 稳 双手 向前推 吹 一直推 推到天边 推到尽头 呼气 已经要把气呼干净 好 接着我们 吸气 双手 回来 好 我们再一次加紧 心输 肺输 各输 同时用力 吸宝丹田 好 我们呼气 推长 吹牢 一直推 推到天边 镜头 越远越好 一定要呼气 把气呼干净 好 您放松 这时候双手 我们再 鼓口的 用一下 好 就像推开 眼前的一扇窗一样 双手 就慢慢推开 好 到达45度 脚石 让我们 后吸血 隐蔽 双臂 来到 身体的两侧 好 我们开始 扩胸 夹紧法 好 我们吸气 吸搞 丹田的同时 夹紧 回收 盒子聚合 一定要用力 加 吸宝丹田 我们吹气 向外推 掌灯 用力 脚灯 腰铁 手掌 向外推 吹 吹 吹 有力 出镜 按一下去看 好 再对此 吸气 加紧 自己先输 废数 割书 盒子聚合 好 有呼气 盒子聚开 掌根 用力 脚灯 腰挺 吹 吹 好 开 子聚开 我们先 最后一次 你吸气 夹紧 新书 废数 各数 同时 用力 吸宝丹田 银子聚合 好 掌根 向外推 呼气 慢慢地呼 吸 云 凝成 脚灯 腰挺 掌根 向外推 好 现在我们双手 保管球 你们会到 你的灯 停住 我 你的臂 身呼吸 三次 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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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次 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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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老公呼吸法和扩胸讲解法 今天的新内容我们结束 非常好 真好 行 这个刚才为什么说上来还得接着练呢 回归本源 你不管什么功夫 所有练功的 你打坐也罢 站庄也罢 练拳也罢 你必须得刚才说了 把丹田培养好 中正松敬 丹田成事法 这两个是最基础的基础 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功法 无论是道家佛家 还是各个方面功法 行 今天这个特别好 这个节律 这个节奏 打坐练得非常熟 必须把这个 刚才说了 刚王老师也说了 无论是哪家功法都练的是心 唯独这个心灌肺炎 它加上肺炎 它是肺炎嘛 对吧 呼吸是肺 我们突出的心肺 把这个练完了 我们的机能就提高了 刚才说了 今天我们说这个禅修 今天讲的这个香 跟上次讲的这个蜡烛 这个呢 还是根据我们治病的心得体会 以治病以心灌肺炎为主体 这个东西 他就大家伙 先说他把身体调理好 刚才王老师呢 把这个心经的东西 跟这个咱今天讲这课的东西 跟大家讲了一下 实际上这个禅修的这个光跟香 是围照着那个心经的内容 平徒直入 通过实操的方法 来修我们的心经 等以后有时间呢 再往里头添加具体内容 王老师呢 我们天天在练 等以后讲完了以后 把孙海顺老师 包括我的师父 阿瓦嘎丹和佛 都可以请过来 跟大家伙一块交流 一块来练习这个功法 咱呢时间不是很多 咱就接着上次说这个光 完了之后 咱继续讲这香 把今天的问题 今天这两个内容呢 跟大家伙呢 都也得讲清楚了 接着上次 上次呢 咱点这个光的事 咱说这个观竹光 观竹光呢 上次讲了 跟鼻头这个地方 让它感应它的温度 可以左右慢慢慢慢一点 让它感应温度 感应温度干什么 我们禅修班讲过一课 叫穴位开关 十二经十五落 我们自首阴谋 陈寺五位 这十二时辰呢 那是我们经络的开关 那个大道 具体的要开的时候 那我们白天扎针治病 那不能都得一里看 那我们随时让病人的 精络 穴位 我们随时都能掌握它的开关 所以说这个呢 是我们 是我们 必须要知道的 用这个蜡烛呢 来在我们 鼻尖这个地方呢 当它左右的 让这个鼻尖 感觉到这个温度 这个方法就是在开 我们都知道 热是胀的 热是放开的 粮是收缩的 粮是关闭的 当你放开的时候 我们鼻尖上这个穴位 它就开了 这叫冷 这个通过热 通过这个光 把我们这个鼻尖 这个塑疗穴 把它穴位开了以后 一会儿我们好 闻这个光的时候 关这个光的时候 让它从我们这个 鼻尖的塑疗穴 可以进去 再简单的介绍一下 有可能上次没来的老师 就自从一次 简单的介绍一下 上次已经很详细的介绍了 不会练的 初期练的老师们 可以云几口气 一口气从鼻尖 这个塑疗着进去 到我们山根的 这个缝隙的地方 进去到我们印堂着 进到里头 一寸半到二寸的地方 老百姓讲叫脑仁 咱就咱就这么说 就知道是什么位置 行了 印堂里头往后平行 一寸半到二寸的地方 这光闻到那个部位 从那个部位呢 如果说的吸气呢 则又对不下来 到我们上堂 到我们舌底上额念 儿子的儿子的儿子 那个阴的那个舌头的位置 从那个位置 这个光 从到我们的舌尖 这就叫搭雀桥 舌头尖 雀桥 雀桥 干什么用 搭了一个桥 把什么引过来 把这光引过来 把这光顺着舌底 这个金 旁边的金金玉叶 进到我们的喉头 进到我们的喉头 外头这个穴 叫填通穴 到这个地方 还不算停止 一直往下 往下 一直到我们 双乳中间 有个穴 叫坛中 这个光 这一吸气 一直到我们 坛中穴停留 初期的时候 可以一口气 两口气 三口气 五口气 都没关系 当你熟练了以后 这一口气 要一吸 直接就进到我们坛中 光的速度 是非常快 光的热度 也非常快 一次就可以进入 我们刚 上节课 跟大家伙分享的时候 让他拿着纹 这期呢 把它就要放下了 因为一会儿 还有观箱 放到什么地方呢 放到你望着一坐 一收下额 一根顶 一垂帘 眼观鼻 一垂帘 你感觉到这个眼 通过这个鼻尖 能看到这个烛光 也就是说 这个烛光 是在我们鼻尖上 发出来的光 这一段的 刚才说的叫观烛光 口头语 叫观鼻头白 为什么观白呢 就是观他这个光 这个鼻尖 用眼 眼观鼻 看着我们这个鼻尖的 这个位置 用我们鼻尖的位置 跟我们眼神 跟鼻尖 跟这个烛光 在一条线上 就感觉这个看到 这个光是在鼻尖上 冒出来的这个位置 你调 调到这个位置 就算正好 这是我们以后 修的石头方法 搁到这个地方 这么观的时候 鼻尖完了 我们手上 还有一个动作 叫手咽也罢 叫手势也罢 很简单 这原来的要求 这两个手呢 就是我们练 八段紧的 那个握骨 握骨 把手呢 大手指头 往手心一合 把这钻上 这个呢 不全面 这个是钻上 就钻上 钻上没到位 因为我们医生 那一定是严谨的 扎针令毫米 配药令刻重 一定是非常严谨 那手 手搁呢 究竟搁呢 为什么要搁这 他的目的是什么 一定要讲清楚 我们这手握骨的手 一定要握到 一二三四 这第四指的 指跟跟掌的接触 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把大手指头 点到这个位置 才能握上 这才叫握骨 为什么 都知道手上的八卦 这叫子 子时 子丑 阴某 臣似 五位 身有虚害 十二个时辰 就是一圈 子丑 阴某 臣似 五位 身有虚害 子时是开始 是夜里十一点到一点的时辰 也是我们干净的开穴的时候 用手点住我们的干净 抱上拳 就是我们婴儿在妈妈肚子当中受孕育的时候 这个方法叫握骨 增加我们升降肝气的疏达 增加我们的正气 就是这个叫握骨 也叫回归本源 所有握骨的 就说握骨握一定要到位 干不到位 多握我也行 你要握准了就能达到目的 他上功快 还是这句话 我们要讲的东西一定是严谨的 因为我们是医生 最后病人都有效果 没效果 医院不可以 尤其在国外 所以说这个握骨呢 一定要记住了啊 在这子时的这个位置上头握好 算好 搁到我们两个腿上 坐到的时候可以单盘 可以双盘 可以大盘 腿也可以放 坐凳子 也可以放在地上 也可以呼盘 什么叫放松 怎么做都行 只要你放松了 忠正安疏了 担天成事了 这两个手一握骨 往腿上一搁 用眼一垂帘 这鼻子尖一吸 就达到目的了 这个光进去 进入到我们西七 进入到我们的坛中 一呼气这光下去 到我们的小腹 刚才福玉老师讲了 到中级 到关元 到气海 都可以到小腹就行 那通称为丹田 那咱现在 练两分钟吧 也得操啊 时间不够 还有十分钟 还得讲那个 本来我说 大伙练十分八分 这个正规的练的时候 有十分钟就够 平常在家里 可以练啊 练一练完了之后 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都可以啊 咱掐表吧 两分钟的时间啊 咱就一会儿 还得说那香 咱去 把这个手握骨 搁到腿上 垂帘啊 眼观鼻 鼻问口口 问心 眼垂帘 看鼻尖 这光线 光在这鼻子尖上 开始啊 开始现在开始 谢谢 谢谢 不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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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庙 去到了人家集体 到西班牙去开会了 就一个修院的 所以说到哪儿 没有 我就还是上次 孙老师来的时候 我们前修的时候 敲的就是这个 可是这个 这佛博的生命也挺好 我感觉到这个特别舒服 就是说 以敲铃声 摇铃敲铃为开始 敲内庆 敲内伯为结束 因为它这有十个步骤 行 咱就接着说那箱了 咱就几分钟 咱就快速的把这箱说完了 因为前面 王老师都讲过了 这个呢 就是实修 王老师讲过的 那是我们 这个心经 跟着修的 是这个过程 干什么 干什么 等以后咱时间长了 咱修的时候呢 大家伙有时间 我们大伙一块做 一块一块一块 设谈的时候呢 再去具体的讲 里头的内容 好吧 咱就想一想 光说完了 咱现在说这个 说这箱了 哪一个箱 什么都行 什么箱都行 就是天然的就行 这箱呢 挺好 是我昨天 我们跟韩明老师 我们做了半天公社 这个箱呢 有很多 很多种 我拿的 这是个檀香 是白檀的 放的圆了 什么都可以 这个箱呢 就利用它的香气 香 芳香开窍 里活血行气 也能硝烟杀卷 也能行脑提神 它是 因为它有火 为羊之物 所以说呢 它这个 一声洋气 通过我们 肺的呼吸 宣布到 各个脏气 各个脏腑 能提高脏腑的功能 能平衡阴阳 这是它这个香气的 这是中医的理解 中医的理解 完了之后呢 中药呢 咱今天不讲 在里面再说吧 是带香字的 就是指中药 陈香啊 谈香啊 都是 都是 都是活血止痛的 尤其是 对心脏病的 这个各方面的药 什么陈香 谈香 农炎香 农脑香 都是这些 心脏的 点完这个香呢 用它这个热度 还是一样 搁到我们 印堂的这个地方 用这个热度 让我们这个 印堂 来感受它 我们在禅修班呢 讲过一种 观香 那都是到家 密不外传的东西 在禅修班里讲 那个观香呢 瑜伽的功法 都是一言一扬 学到家里以后 就一定是一对 那个观香呢 是通过看 通过用眼看 是往外疏散 是土故 把眼 不能闭眼 大伙有时间以后 咱得练啊 不能闭眼 把眼看得 哗哗流泪拉倒 冲洗我们的干精 苏达我们的干精 冲洗我们的神经 干走墨 所以说 把里头的东西 都洗干净以后 再去练功 这也是一个方法 今天这个呢 跟它这么相反 那个是往外走 往外 苏达 往外 往外土 现在呢 这是往里入 这是往里吸 就感觉到 这个香的热度 从印堂 直接倒入到我们 一寸半到二寸的地方 到那脑门那个地方 也可以这么驱 用箱头顶着也可以 就跟我们做那个 做这个爱揪一样 这么顶着 自己感觉到 这个是在 在这个练功之前的 先开这个开窍的方法 完了之后呢 就感觉到这个热度呢 别烫着就行了 别太近了 感觉到呢 它那热度是往里走的 烟有走串的功能 烟它自己就弥散 它又顺着经络 它就走 刚才王老师说了 借用于这个香的气 到我们脑里头 把我们脑里都进化 现在是往里头走 最后到什么程度 当然说这不是一天的功夫啊 天天练 天天练 你天天练 有时间 这个香气慢慢慢慢 一点往后走 最后到我们后脑海 这个地方叫脑户 跟它是通的 脑户跟我们平行线是通的 说一两句 我不说这个东西 他大伙不理解 这个脑户里头 挨着脑户脑的里头 就我们西医叫脑垂体 跟我们这里平行线 西医的解剖学说 现在科学认为不是迷信 不是宣传迷信 科学论证 我们脑垂体发现有三个功能 第一 有味觉功能 它能脑垂体能闻得见味道 第二 有感觉功能 脑垂体 它能知道 能感觉出来 哀与不哀 这个感觉 触觉的这个功能 第三点 就是大伙最可观的 它有视觉功 脑垂体里头 科学发现 这不是迷信 中医 到家养生学说 就是练 我练八卦掌的时候 老师教给我 叫普风多影 在前面 待着后面来人 你要看到 那个还能理解 是我后面的感觉 现在能讲得通了 我们脑垂体能看得见 也就是说 我们前面说是 二郎神也罢 别管他是谁 他能看见东西了 是脑垂体在工作 不是迷信 如果说科学论证 脑垂体有这三个功能 他能有视觉功能 那我们把它练好 那么就很简单 很简单 按照方法练 就能出这个功 当然说不能追 我为了这个而练 你一定练不出来 你就是很潇洒 很放松 忠正松静 丹田成事 完了一坐一静 静静的观止乡 你静下来 慢慢的观止乡 它自然功到自然成 不能追 这是我多少年练功的经验 一追功就天 你要实际练 准出问题 所以说慢慢练 玩 认真练 练得是认真就OK了 就说练这个箱 有这个脑垂体提升的功能 后面有事你提前知道 反观那是能看得到 以前我们认为看这箱是认为 关于箱能眼能视觉 是应有记忆力 不是 是我们脑垂体看见的 一闭眼那箱在里头哪看见的 反观那是哪看见的 是脑垂体看见的 这是科学论证 不是违线 好 现在说这个箱 从这儿印堂着进去 慢慢慢慢让它延续到后头 这日积月为 也可能练三年 也可能练五年 也可能练十年 还有的练几十年 没练出来的 为什么不知道 这就是玩 一定不能追功 这是我多年练功的经验 咱说完了这个下面 哎呀 这就三点了 那得说 这个箱看完了啊 看完可以拿着啊 我们割到 刚才闻的是鼻头白 闻的是这个 闻的是 看的是烛光啊 关的是烛光 现在呢 我们闻的是这香气 可不是它的烟啊 不是闻它的烟 它的烟是呛的 多好它也是烟 所以说我们要闻这个香气 刚开始闻的时候 你是闻不到 坐下了五分钟 十分钟以后 你就闻到了 刚才王老师说的 这个香 哎呀 一展开说就时间不够了 简单说一句 我们这个香 拿过来 这是一颗 我们的香是一颗 我们想闻这香味 我们闻 这个香味 我拿着闻 你是闻不到的 要想闻到怎么办 把这个香给您 您倒和鼻子这儿喂 这个直接能闻得到 这个叫色 看见棍了 闻见味了 这叫色 可是它点燃了以后 不然 刚才说了 为什么它能跟我们心经 能跟我们 这个 这些个东西能联系到一块 能修它呢 这是用石子修 这个烟是上升的 刚才王老师说过 把我们的烟是有 开窍啊 烟是循着经过走啊 这里头的回钩 不管它是什么 烟是弥漫在里头 是走 走完了之后 烟是往上 氢气上升的 可是它里头那个火 是下降的 是收的 烟是升的 火是降的 一个上升 一个下降 一升一降 所以说这个烟是走 走怎么走 刚才说了 我们现在把它 闻到这个香气啊 不是闻烟啊 再强调一下 不是闻烟啊 闻这个香气啊 闻这个香气的时候 感觉这个香气 是从鼻孔里进来的 那是鼻尖进去的光 我们闻那香气 通过鼻子的正道 闻到里头 一直吸气 还是吸到我们健康里头 一寸半的地方 再停留 连光在火 都在这个地方 这个香就在里头 当我们呼气的时候 呼气的时候 就是吐气的时候 呼气的时候 我们把百慧上顶 那个香 那个烟 那个气 它不能老在脑子里待着 我们一定要的气 要通上去 从百慧这儿 把这香的气 要出去 一大部分 一多部分 都是由百慧出来的 还有一部分 是通过我们头发的毛筒 顺着我们头发出来的 在呼气的时候 这个香气就出去了 刚才 刚才王老师说 我们头上三尺有神灵 我们这个香气 带着我们的思想 带着我们思维 整整就上升 一直跟上面就接轨了 跟天就合一了 这是上升 下面呢 我们在呼气的时候 忽略不计 刚才我们闻这个 闻这光的时候 这个路线 呼气的时候到登天 这个香 跟它是一个路线 可是我们不去理它 不去想它 我们呼气的时候 闻香的时候 光去想这香 一呼气 香从百慧出来了 从头顶冒出去 这青烟 这烟冒出去 跟天接了 我们呼气的是 同时这个光 刚才已经练熟悉了 这就忽略不计 不管它了 这个光自然跟我们 那个文光的那条线 一直就下来 一直到消失 这是同步的 当时我们闻的时候 这光还在这儿呢 不想闻光 实际上我们训练完了 那光还是在闻着 现在我们在闻这个香了 闻香的同时 我们鼻子还是在灌着光 这俩是同时的了 那咱也 咱也做一下吧 那咱们做 做到十分 做四分钟 三分 三分钟 好 那咱下面呢 要没有香的就想 没有香的就想 回家准备香 准备完香 自己在家里练 刚才说了 吸气的时候 手跟刚才的方法是一样 是莫顾的方法 一个光 一个香 因为他们俩走的路线是一样 手法都是卧顾 把香搁着 今天刚练的时候 你可以搁着闻 可是以后 以后练的时候 一定要放下 跟这个香跟光是一致的 咱开始 咱到十分 咱就完 行 现在开始 咱三分钟 咱闻这个香 闻的时候 让这个香 通过香气到印藏 印藏里到呼气的时候 光想这个气 从百会 从头发 这个气氛气上升 让它跟天阶长 让它上去 好的 OK 现在开始 咱就操后三分钟 咱就完成了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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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短 一坐进去就不想出来 天天是昨天夜里头一坐 夜里头都坐都不想 坐进去连觉都不想睡 挺好的 今天呢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闻香 上次讲的是观光 这次闻的是香 这两个应该是合二为一 等以后我们练功法的时候都是每一息气 就连光在香一起就闻进来 出气的时候不管它后面有后面操作的方法 这个是基础当你上火一直到丹田下面通了 我们这个亲戚顺着头顺着百回跟上面通了 我们上下接通了 按我们说就是天地人三才所一也叫天人合一 这是基础 这个基础之上后面一步一步才能进入我们的内容 要讲的很多 这堂课你等一下半小时也讲不完 就讲了 行就这样了 就到这下回咱操制 随时说的时候咱随时再补充有什么问题 非常好 辛苦你啊 非常好 你前面讲这个石操的咱那个早课跟这心经的连带关系 真好 跟大家会儿解释开的大伙就能理解了 好 非常好 好的 讲座非常精彩 由于时间关系咱们已经超过十分钟了 这个精彩 咱们下次继续吧 下周六 同一时间 下周六的这个欧洲的14点到15点 咱们下次再见 那大伙要有什么问题 咱的第九群专门是做这个咱这个禅修搬运的 大家可以提出来 或者提出问题来发到上面来 让我们这个佟老师 这个还有这个丽莎老师 国内的丽莎老师可以整理 国外的我们佟老师可以整理 整理完了 等下次咱集中一个时间再回答大伙的问题 这时间咱要讲的东西太多了 这哪儿 就没展开啊 要讲的东西 本来今天还说 闻这箱它能治头痛 为什么能治头痛 新冠肺炎为什么要头痛 这个头痛怎么痛 分几个类型 什么叫阳明 什么叫肝阳上抗的 什么叫韩宁的 什么叫脑缺氧的脑缺血的 这几个讲完了 为什么能治 我还准备了几个方子 下回吧 准备几个方子 王老师本来今天能分享上来 今天就不分享 下回讲的时候吧 治头痛的方子 只要是论证对了 效果都非常保证 所以说下回 今天没时间了 好吧 王老师好吧 好的 师父辛苦了 感谢感谢 好 咱们下周六再见 同一时间再见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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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王老师了 辛苦浮云了 童老师 丽查老师 辛苦大家了 辛苦 谢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罚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